吉安乡立幼儿园9号举办了期末成果发表会 即亲子体能活动 小朋友们在草地上律动舞蹈 家长们除了努力地帮宝贝们拍照 也下场和孩子们一起舞动 县长徐真卫 吉安乡长游淑珍和多位乡民代表也到场 和全校师生家长们一起欢度愉快的周末假期 吉安乡立幼儿园星期六上午充满欢乐气氛 小朋友们身穿运动服在草地上跳舞律动 许多家长们更是拿着相机在旁边拍照录影 要把小宝贝们的可爱模样记录下来 这是吉安乡立幼儿园109年期末成果发表会 及亲子体能活动 邀请家长到学校来 看看小朋友们这半年在幼儿园的学习成果 幼儿教育是我们吉安乡公所幼儿园 择舞旁贷的工作 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智慧发展学习成长快乐 适性的一个空间给孩子们 那我们知道快乐乐火的绿地跟空间 是我们吉安乡托一项的特色 在我们这两年来我们也增进了非常多的软实力 也就是课程的内容跟多元化的课程在其中 所以今天是我们的成果发表会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完全的了解 孩子在校园里面的学习状况 同才之间以及师长之间的互动 所以满满的快乐在这里 县长徐正卫也特别到场和家长们分享育儿经验 也肯定了吉安乡推广幼儿教育和阅读风气的成效 让孩子的学习无限 也不要去让孩子有任何的框架 当孩子想要学习洗碗 他要垫着小板凳去洗碗的时候 千万要让他去学习 以及千万要在这时候就来跟他一起来做同一件事情 这样子孩子会从生活经验中体会中学习成长 也会让他的智慧在生活体验中更加更加的丰富 尤其对于孩子以及对于提升阅读力 以及我们将学校或者是图书馆的不动产 变成动产 变成知识流 所以在全国的评比里面 在我们的3.2万人口数以上的乡镇 花莲县吉安乡 我们的图书馆 阅读力 成长力是全国第一 要不要给我们吉安乡掌声一下好不好 不论是大班中班小班 每一位小朋友都训练有数遵守秩序 在带动老师的口令之下 每一位小朋友都十分乖巧熟利 每一项表演也都相当精彩 让家长们很感动 更放心地把小宝贝送到幼儿园 来接受专业完整的教育训练 这一位会见相报道